大家好,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鱼香肉丝,但是自己不会做,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,今天我就分享鱼香肉丝的烹饪方法给大家。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木耳,用温开水将它泡发,再准备200克的瘦肉先改刀,将它切成薄片。 有条件的朋友,最好用鲤脊肉,它肉质比较鲜嫩,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 瘦肉买回家,可以先放在冰箱里面,给它冷冻半个小时,这样切起来会更好切。 切成薄片后再改刀,将它切成肉丝,这个肉丝不需要切得太细,只要均匀就可以了。 切太细,待会炒制的时候,容易将它炒碎。 全部切好之后,将它装入碗中,再往里面加少量的食盐,适量的生抽,再来少许的胡椒粉,小半勺的玉米淀粉, 再用手给它抓匀,主要是将玉米淀粉完全地抓匀,待会炒制的时候,就不会粘在一起。 充分抓匀之后,再淋上少许的食用油,再次给它抓拌一下,让食用油锁住肉丝的水分。 这样吃起来,肉丝会更鲜嫩,都抓匀后,放一边备用。 泡好的木耳,将它清洗干净,再来改刀,将它切成细丝,切好之后,先装入碗中。 准备半截胡萝卜去皮后,将它切成薄片,再改刀将它剁成细丝,加点胡萝卜丝,炒出来颜色更好看,吃起来,营养也更加的丰富。 切好之后,也装入碗中,接下来准备去皮的大蒜,先将它拍上,然后将它切碎,最后剁成细小的蒜末。 剁好之后,装入碗中,准备两根小香葱,这里取葱白部分,给它切成细小的葱花,切好之后,和蒜末放一起,接着再准备青椒和红椒各半个,将它切成青红椒丝。 切好之后,装入碗中,鱼香肉丝好吃的关键,就是这个鱼香汁。 调制鱼香汁,分别就是五勺清水,四勺陈醋,三勺生抽,二勺白糖,最后加一勺玉米淀粉,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。 这个鱼香汁,可以做鱼香肉丝,鱼香茄子,鱼香豆腐,都非常的好吃,搅匀再放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锅加食用油,先将腌好的肉丝倒入锅中,用筷子将肉丝划散。 这里火不能太大,用中小火将肉丝划散划熟,大概划炒一分钟左右。 肉丝变色,就先将它铲起来,装入碗中备用。 锅里面再加少量食用油。 油热后,倒入葱蒜末,用小火煸炒一下,炒出香味来。 炒香后,再加入一小勺红油豆瓣酱,再次翻炒。 将豆瓣酱炒散炒香,炒出红油来。 炒香之后,加入胡萝卜丝与木耳丝。 再加少许的食盐入底味。 这个时候,将火稍微调大,快速地翻炒。 将胡萝卜丝炒熟炒软。 胡萝卜丝炒至断生后,再将肉丝倒下来。 加入调好的鱼香汁,用中火翻炒。 快速地翻匀。 让肉丝充分吸收鱼香汁的味道。 翻匀之后,再加入青红辣椒丝。 再次翻炒均匀。 将青红辣椒丝翻炒至断生后,就可以盛起来出锅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鱼香肉丝,肉丝滑嫩,搭配木耳胡萝卜,营养又丰富。 朋友们,这个视频,你要是感觉还不错,就麻烦帮忙点赞订阅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